就欧美地区的疫情大爆发 台湾的境外移入个案也是急剧暴增 为了避免国人出国染疫 行政院禁止高中以下的学生 在本学期结束之前 出国不过却被执意是在限制人身自由 对此行政院长苏文昌表示 法源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 特别条例第七条 非常时期也希望大家能共提时间 同批政府的命令指针对教师是差别待遇 如果针倒防疫应该要所有的民众一视同仁 而律师也认为虽然行政院强调 禁令是根据纾困条例有法源基础 不过已经明显的侵犯到人民自由 有违宪的疑虑 向来防疫动作领先的台湾 却只是加强检疫 不过随着境外移入案例快速的增加 也让民间出现应该要锁国防疫的宣浪 只不过台湾是个物资缺乏的小岛 依靠国际贸易的程度很高 台湾有本钱跟其他国家一样锁国防疫吗 真的锁国会被其他国家报复 或是产生什么样的反效果呢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我们这么说 News Talk 重点 受到美股道琼风也影响台股开低走低 中场重挫了278点 收在9439点创下了一年多以来新低 禁令线从疫情发生以来是一直保持着零确诊 不过只在昨天破功了 确诊一名境外一路感染 已经住进了负压病房 中华航空宣布台北飞往维也纳的航线急于起停飞 另外长荣航空欧洲航班则维持每周三班 屏东小楼球清明年假的定房率不到五成 让民宿业者急忙强调 搭乘的船舱并不是密闭通间 让民众不要担心 更多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午餐 全净化5.0 中越超跑豪宅 健康再净化 270度广角景观健身房 养身再净化 顶级SPA泳池水疗会馆 奢华再净化 活跃及挑高迎宾厅 景观再净化 日本百年宝树玉花园 享受再净化 七星级朋友时尚咖啡厅 104席限量定制 享受健康复利人生 中越美术花园 120平超跑楼宅 0335666677 最近要出国的观众朋友 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台湾又再度增加 10名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全部都是由境外移入 其中疫情最严重的 就是一道土耳其的旅行团 这全团15人当中 已经有9人确诊 为了避免境外感染疫情持续增加 同时将亚洲19国 以及美国三个州 都提升到了三级旅游警示 怎么办呢 尤其是4、5月开始 高决生的统策 以及证照考试都将要登场 预计有数十万的考询参加 而国务道理委林彦华 开机车会呼吁教育部 应该要提出隔离考场计划 对此教育部长判问中强调 考场会议最高的规格 来应付考试 等待肺炎疫苗问世 而美国有医疗机构 对受册者注射了第一针的疫苗 不过研究员强调 即使进展顺利 至少也要等12到18个月后 才能够证实疫苗安全有效 尽管疫情持续扩大 日本感染人数已经突破了1500人 光是今天一天就新增了17期的确诊病例 当中纳豆的产地磁城县一度被传 因为当地人常常吃纳豆 免疫力超强 一直都是零确诊 没想到今天也破功 出现首例 今年蔓延确诊病例不断的攀升 已经突破百元 也让非国政府不得不实施 铁腕防疫措施 封锁首都马尼拉之后 再宣布封锁整个旅宋岛 记者也取得一名目前正在 菲律宾工作台湾人 分享在当地目前的防疫情况 对所有的古迹跟博物馆 知名景点台籍马哈林 也停止度而开放 宝莱坞也是全面的停工两周 而新冠疫情扩大 包括了CDC 出现了首例确诊 国防部则出现了37例确诊 为了加强防疫 微软也宣布 要关闭全球的所有门市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 新冠肺炎是中国病毒 一名华裔的医师就表示 川普此举是打开仇恨之门 世界卫生组织 为了扩大宣导正确的防疫措施 开设抖音官方正好 宣导如何正确的防止新冠肺炎 更多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肺炎疫情冲击 航空夜口说是惨兮兮 航班不断的取消 航线暂时停飞 产业损失持续扩大 不少台阶航空公司 现金流严重不足 员工的薪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偏偏受限航权问题 不能片面停飞 现在飞一趟就陪一趟 不过如果一整天下来使用的人很多 加油站又没有做好消毒工作的话 就也有可能会成为防疫漏洞 根据国外研究显示 油腔平均的含菌量高达了200多万 表面的细菌量是比加油马桶还高出了1万倍 几乎都有欧洲旅游室 所以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也表示 将针对从欧洲返台者回溯到3月1号来进行检疫 目前有上呼吸到肺炎症状的病例大约是513位 其中100位已经接受裁检 还有400多人必须要重新召回裁检 不过接下来陆续还有欧洲团将要返台 外界也很担心台湾的检疫能量能不能复合 不过医师也认为台湾目前的检疫能量足以应付 上海迪士尼部分的园区在3月9号开放 果然在上个周末吸引了不少人潮 不过现在进入园区管制相当严格 必须要量体温2到3次 进出餐厅还得洗手并且出示健康嘛 而已经很久的中国游客看到手摇引到珍珠奶茶 依旧是忍不住排气长长的队伍 3位明星染病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就是主演雷神索尔的英国男星 伊卓瑞斯艾巴 他是在上周五发现了朋友的检测是阳性 赶紧接受了警察 没有想到自己的确卷 而他也拍影片向大家报平安